我这次出去 我真的想到一个特别棒的点子 是 热血少年 冬日顺风车宣风活动 以爱奇艺为中心三公里以内 接送顺风车路人 前两台客跟我朋友说我 不久没开车了特别想开车 今天满足我的愿望了 也不知道今天去了能不能拉到客人 因为正常你一个陌生人 你只让人上车谁敢上去呢 谁敢上我反正不敢上 但我看看怎么能让人 说服人家上 救命了 我要上班了 你好 你好 我的听歌回来了 是不是 这一天您去哪里了 我去泰国拍那个MV去了 所以给我带回来了我看看 泰国特产吗 泰国特产是 毛绒玩具 因为泰国人也靠我们的爱奇艺 这是我们爱奇艺的 爱奇艺吉祥物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 你也太不干了 你也快辞退了 我看那个网上有好多你的粉丝都说啥 就专门给你开了个话题 叫请魏晨峰立刻黑化 那不我想的吗 啊自己偷偷开了个话题 是啊我我自己想的 那你当我出去泰国真的去玩了 我是工作 的同时还不忘工作 因为我的运作方式和其他艺人不一样 我想要什么话题 马上告诉我我的粉丝 我直接跟他们直接说 我说你马上给我开个话题 弄就完事了 你说有个粉头是你的托呗 也不是啊他不看节目吗 看咱们的我要上班了 否则咱们给他干嘛 那我给你也准备了一个黑化大礼包 哦是吗谢谢 就作为你凯旋而归的礼物 黑化大礼包 是吗 你打开看看里边有啥 就绝对是 amazing surprise 不会是一打开就扎一脸那种的 不会爆炸了 脸黑的那种 我没有那么无聊 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 是吗 这怎么啊 这是我送你的黑芝麻糊 热血少年黑芝麻糊 然后这个是什么 黑色巧克力 然后这个黑T恤 对就是作为你黑化的礼物 你看我们上面有我们 专属这个爱奇的logo 哦 送给你作为黑化的礼物 就是黑芝麻 然后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 然后黑色的T恤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做黑马脑 你知不知道 黑水晶都是都是黑吗 你是要送我吗 不是我就是你不一定要 当然谢谢谢谢开玩笑 谢谢真的是 有心了谢谢谢谢 我我一会就冲着喝了 我小时候我特别爱吃这个 但是我不是冲的 我就干吃跟我一样 是吧 要不再说大家是兄弟呢 我都送你的这个黑黑化大礼包 你的粉丝特别担心你黑化 就不爱他们了 你要不要对他们 就说一点就是安抚他们的话语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的粉丝一定是在 呃看完我黑化之后他会觉得 嗯您哥做的对啊 因为我的粉丝就是爱我吧 可是我做什么他们觉得做的对 你这么自信 当然啊嗯 我都怎么走到青天了吗 哈哈哈 别自己看自己 可以可以可以 你希望大家看剧的时候 就希望多多支持这个剧也帮我们 黄子涛包括张晓宁老师 包括超西岳老师 包括整个为这个剧付出的所有团队 可以去好好宣传一下 无论你是谁的粉丝 但是希望你为了这部剧 能够替我们宣传一下 也感谢你们的收看 当然谢谢啊 那当然在骂我的时候也 那个尽量骂魏晨峰 不要涉及到刘雨宁 好不好谢谢 哎所以我今天来是正式 我不是来跟你闲聊的 真的假的 难得上一次分 我这次出去 我真的想到一个特别棒的点呢 是 嗯你的眼神靠了 你级别太低 我不应该跟你讲 我级别太低 嗯 好的 我就要找我 我找我文宋哥去啊 拜拜拜拜 拜拜 哈啰哥呢忙呢 我又来了 我前两天我去泰国了吗 去泰国拍我的MV 但今天人来上班了 但我去了一趟外边 就是有一个发散的思维之后 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点子 没白去是吧 就是对没白去 你说说 咱们要不正式的开个会 到会议厅去给你们聊聊 也行 因为这个点子太棒了 有准备是吧 稍稍微微准备了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那待会会会议室吧 行会议室好 好 现在行好 准备好了是吧 我还行 也没不敢说准备好了 但是 但是我想说什么 就这次出门那一趟吧 然后我就想说 回来一定给你们一个惊喜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 我们去看大屏幕 热血少年 风雨顺风车宣出活动 嗯 接下来就下一页了 来 那方案介绍一下就是 装饰制作热血少年的一个顺风车 比如说贴上爱奇艺的logo 热血少年的logo 行驶的过程当中 你不仅拉拉客 还能有一个广告车的一个感觉 可以可以可以 是不是可以 然后呢 以爱奇艺为中心三公里以内 接送送风车路人 当然不能太远了 你给我送 通线了那边也不行 就 爱奇艺周边三公里以内 送客的过程当中呢 对他进行采访 我想 第一我是想看看到底现在这些人 大家知不知道这些少男生在播 嗯 如果不知道那太好了 我要告诉他吧 就就这样 所以呢 我就给他宣传有关的剧情 然后呢 把他送送到地方之后 我再送一个小礼物 我会跟他有个要求就是 每一次呢我会跟他合个影 让他发朋友圈 或者微博都可以 是不是让他 就是路人的这个 角度去帮我去宣传 嗯 您觉得怎么样 觉得很惊讶 确实这个活动感觉做的挺完整的 而且主题很暖 嗯 然后你想到了很多细节 包括你去给他介绍剧情 包括最后让他发这个 呃 剧照还是前面前面照朋友圈是吧 都很好 都很有很有这个宣传的思路 嗯 就是同事们也看看呗 看看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还是比较完整 不能说完整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就可以说是完美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对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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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刚才说了那个路人 你要跟他搭讪对吗 对 那他如果不认识你怎么就不想跟你走 怎么办呢 太好了 这就是我要的点 你明白吗 就是如果他认识我 他一定会去看这些小年 对不对 我就希望遇到这种不认识的人 他但是他去他去的那个地方 三公里以外送不送啊 不送啊 哈哈哈 所以我想说我会在什么呢 通常比如说您上班 或者我们上班 我们会坐地铁到另一个地铁 那地铁站下下下地铁 肯定不会就到家了吧 对吧 我肯定要走一段时间才会到家 他都会坐临家近的 所以我就是把它从地铁站 送回到家的那个路程 我相信不会超过三公里 这么短的距离 有必要开车送呢 现在因为天太冷了 我昨天 昨天我也是在别的地方工作 工作完出门那一刻 就感觉浑身特别冷 但这个时候有人把你请到车上 有暖暖的空调 那个时候就是 真是冬日送温暖 那你有考虑过路线的问题吗 虽然只限于三公里你送给他 但是万一堵车了 你可能还没有他走着快呢 就是我当然我会 我会因人而异去考虑 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啊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肯定还是就会有很多问题 这个都需要去再进一步细化 然后细化完以后跟我报备一下 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咱就可以执行 好吧 好吧 就是大家多帮帮忙 咱们再先退官 好吧 好 挺好 好歹是个官是吧 就是大家一起 好 行 那你们就辛苦了 那我就先撤了 辛苦了 再演一演一 不错 真的 走了 这样 你们帮我准备一些 就是比如说贴的东西 贴纸 包括一些什么礼品 什么那个那些 因为你给人交朋友 你一定得送点东西 让人给一个好印象 里面下的咱们的剧 你可以到时候给客人看一下 行 然后封面也是 好 谢谢 再给你一个大碗 然后纸巾可以给客人用 对 谢谢你 加油 那我呢也就没啥送给你 我只能就是让你加油 我把你送我那些 那个什么黑芝麻 赶紧送人吧 很心烦 我送人礼物不好吗 你怎么在递私我的礼物 你是 你是怎样 这全是满满的我对你的爱 行 那我们就走 那个随时有什么事 我再联系你好不好 随时滴滴我好吗 好嘞 祝您一路涮风 肯定顺呢 这边路吗 拿这个路就是一路顺风的感觉 哈哈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拜拜拜拜 拜拜 早日归来 好嘞拜拜 拜拜 嗯 这车上布置一下准备一个 卫生纸 这是我们logo 哎 朋友们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 这个准备的也是棒啊 好 可以了来我们出发 啊 哦 还没开过这个车呢 感觉太猛了 这车 会一会拉乘客的话太容易吐了 多钱 39是吧 好嘞 好谢谢 帮 上班没挣钱搭39 嗯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家39块钱呢 嗯 嗯 开车的时候一定得有一个好心态啊 因为很多人一开车就暴躁 其实包括我 哈哈哈 一开车就很暴躁啊 不是也不是也不是很暴躁吧 就是因为他可能 可能我技术不咋地吧 可能一开车就紧张紧张就容易暴躁 就容易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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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所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亲平气和 能让一让就让一让 对不对 哦大家都是司机对不对 都是开车的 即将左转 相互理解 也不知道今天去了能不能 拉到 上我车的客人 因为正常你一个陌生人 就让人上车 谁敢上现在 谁敢上 我反正不敢上 但我看看怎么能让人说服人家上 因为我在好多好多年前的时候 大概三年前的时候有一次下雨 下雨 然后我看路边炸了一个女的 然后领了孩子 当时我在路上开着车 我就跟人说 我说那个 我说姐你上车我拉你们 因为 因为我们丹东吧 那个地方比较 小 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什么打车软件 就得打出租车 但下雨是真打不到车 然后我就跟人说 我真的也是好意 我说姐你领孩子 你上车我送你到哪 我顺路的话就送你 结果人家不敢上车 回去看到我长得不像什么好人 哈哈哈哈 我觉得如果找的话 一定能找个地铁站人多一点的那种 他就是 像那种上班刚下地铁 你可以在这个地铁口接一些需要 需要送他回家的人 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安利我的剧 其实这种方式呢 我觉得是特别棒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让他发朋友圈 一个朋友呢 他有一个朋友圈 他朋友圈里起码有个几百人吧 那一个人就几百人去替我宣传的话 就几百人看到他的朋友圈就会 就会什么呢 就会发那个 就就就就会知道我们这个热血少年这个剧 然后呢 那知道这个剧的人呢 可能看完之后又喜欢这个剧 又会替我转发 所以一传十十三百 就是咱们讲究也就是一个酒香不怕巷子深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嗯 不知道今天此行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给我 嗯 现在是四点多 应该到了这个下班的时间了 快到下班的时间了 你看看 人家都好下班了 我这刚上班 这活啊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答应了 怎么办呢 本来第一次来 来那个 爱奇艺的时候是那个什么 说你来扫个楼 然后我就来了 嗯 我就来了 我说那扫个楼 爱奇艺能来爱奇艺扫楼 那么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吗 这么大企业 我来扫个楼 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吗 谁知道来了 告诉我 你的工作是今天在爱奇艺上一天班 就莫名其妙的给我 给我就安排到爱奇艺了 然后工资也没谈 待遇也没谈 到现在无铁一斤没让我钱 嗯 哈哈哈哈哈哈 我先答应人家了 那我既然同意来了 那就好好给弄呗 嗯 对不对 再一个因为这个剧 确实是我第一部电视剧 那我能为他去付出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感动 啊 所以我准备一会给黄泽涛打个电话 哈哈 我说我在拉客呢 你你我家 你可能忙你的工作 我也有活 你给我出来给我一块拉客来 嗯 我得跟他聊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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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嗯嗯 即将左转 地铁口在那 嗯 我看那边抢 停了那么多出租车啊 地铁口 我过去我也等了拉客 因为出租车司机那么打我 跟你抢活来那 我以为我关键是什么 关键我觉得他们能上我的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不收钱的 我们是完全不收钱的啊 我我如果收钱了 那就是黑车 我们不收钱去拉客 那热心助人 对不对 为 社会做贡献 两个概念啊 我们不是黑车 前两天还跟我跟我朋友说 我说我说 后久没开车了 特别想开车 今天满足我的愿望了 嗯 嗯 开始啊 我是一个很恐惧跟人交流社交的一个人 嗯 嗯 我不敢跟人说话 嗯 嗯 嗯 我不敢 我不敢 哈喽小伙 嗯好嘞 谢谢又来了个女孩 你好哈喽你好 你好 哎好好好谢谢你 我有那么恐怖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喽哈喽哈喽 你去哪我送你吧要吧 特别紧来不及走快 上车上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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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希望大家看剧的时候 就希望多多支持这个剧也帮我们 黄子涛包括张晓宁老师 包括超西岳老师 包括整个为这个剧付出的所有团队去 好好宣传一下 无论你是谁的粉丝 但是希望你为了这部剧能够替我们宣传一下 也感谢你们的收看 当然谢谢啊 那当然在骂我的时候也 尽量骂魏晨峰 不要涉及到刘雨宁 好不好谢谢 那我叫刘雨宁 我还真没听说 拿你的声音 这让我看一下好吗 我这份照片跟你不像呢 嗯 也是那个 毛泽雄介书 对 看到这个网友要黑我吗 说实话吧 当然要说实话 哦 救命了我要上班了 登陆新浪微博参与救命啊我要上班了 滑题讨论 晒出你的职场去事 就有机会获得签名照福利 我又来上班了 想到一个特别棒的点的 你说说 叫做热血少年 冬日顺风车 宣出活动 不知道情形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我不敢跟人说话 我不敢跟人说话 嗯 嗯 我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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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哎 来了个女孩跨了个包 感觉很开心 这样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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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好好好 谢谢你 你看 现在人年轻人就是特别忙 忙碌 像我一样 干时间 哎哈喽哈喽小伙 哎哈喽哈喽你好你好 你好 那个 那个健身了解一下 嗯 你平时健身吗 不健不健身啊 应该健健身我觉得 不是 啊 好嘞谢谢哎 嗯 害怕嗯 我有那么恐怖吗 嗯 哎 我突然感觉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嗯 哇塞居然太深了 你好 哎哈喽你好哎 是吧你那人认识我吗 那刘雨您好 哇巧了我这一路还没人认识我 你认识我了哦 哇我能跟你拍照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嗯嗯 哇哈哈 所以你我才激动了 你是刚下班吗 你没有我出去出去工作了 出去工作所以你现在要去哪 我在住这个小区 就住这啊 对对对对对 哦好那这么近 行 你来拍是不是更帅一点 不用我觉得都挺帅 怎么拍都帅 拍张了吗 太紧张了 好嗯 行 那个什么 您认识我吗 认识啊 我叫什么 陆雨宁 我干什么呢 抖音的 唱歌的唱歌的 唱歌的 唱歌的有一个乐队是不是 对啊 对啊是啊啊 那个我我是我是个歌手 然后我最近拍拍戏的你知道吗 我就偶尔的开开 你也不怎么关注我是吧 我记得你好像是 你叫什么来着 无所谓管他叫什么呢 太紧张了 对所以没事 那个什么我最近有 有个电视剧 那个什么上映了 可好卡了 在那个爱奇艺 你有会员吗 爱奇艺 没有 我回去买一个 真的啊 好谢谢你 那你那个剧叫热血少年 热血少年 对 我好像有看到这个 对不对 你回去发个朋友圈 你说哇塞今天我偶遇 刘雨宁了 他跟我说他演了一个剧叫热血少年 我我打算去看一看 你这样是 你好不好 你把这个热血少年这个电视剧给我带啊 行不行 行 行 太冷了 行你帮我弄 谢谢谢谢帮忙 帮帮帮帮帮 我能加你吗 什么加我微信啊 那当然加不了啊 加不了了 哈哈哈 好谢谢你 没事到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电视上看啊 你马上成为明星了我跟你讲 啊 哈哈哈 好加油加油谢谢哎谢谢拜拜 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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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您您送送外卖是吧 对对对 你去哪我送你吧要不 呃啊不行不行 特别紧来不及 特来我可以开车我开车送你 我车快 我 我我我开车肯定比你走的快 你到哪 那个能躲快 我这块时间有点紧 你大概多长时间你十几分钟 我必要送到 我肯定到走快 可以吧 上车上车走走走走 送餐不都都都骑个小电瓶车吗 已经是今天车胎被扎了 啊好马上马上我这个比你那个快 啊那走啊 前面啊 所以所以所以你是 这个天 你还得出来走着送是吗 对对对没办法他车胎不是 被扎了就 只能走着送了 上手上就剩下一单了 还可以 啊就剩这一个红了是吧对对 还是你可以回家了啊 等一下我要继续换下车 还得去换车去 就因为车太炸了 你得去换是吧 这个送外卖还是挺辛苦的 我觉得 现在天那么冷 我今天出来我的东部呛 然后你这整天都在外卖 啊 昨天挂大风挂的 昨天大风对不起 大风 您 您是那个毛泽兄弟是吗 对是吧 嗯是哦 我记得也好像在等于刷过你那个 就是走马和那个叫真的 对对对对以前以前唱我说 刚刚看你是有点面熟 谢谢 对我最近我还演了一部戏 叫热血少年 你平时有有时间看这东西吗 哈哈 呀我我这平常下班到晚上了 剧第二剧吗 第二剧第二剧 第二剧 行行行我回头看看吧 回头看看行啊 那个最好能不能帮我发个朋友圈 行行行 你说今天我送外卖遇到刘玉宁了啊 然后他最近演了个电视剧 你们能不能去看 那么你能给你拍张照啊 当然可以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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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是干啥 我回去我搜一下 叫热血少年就是热血 热血少年 行行行行行 新拍的啊 行行行 好你们这也挺累吧 我我肯定没你累啊 嗯啊 但但以前像这种工作我也我也类似 我也做过都很辛苦 以前我以前我做厨师吗 我对对对对 学厨师 在饭店那个时候刚到饭店 他也不可能让你炒菜 你去是是是是 对大河刚才大河对 你比较了解去是大河的 怎么都干 然后又洗菜 然后洗菜洗鱼 然后完事你就为了说是在那学东西 然后每天也很都挺辛苦 嗯 哎 多不容易 对 所以你干你干这个干多长时间了 我这个干了快两年了 嗯快两年了是吧 嗯 那你除了想送外卖有别的想做的事吗 就是有没有自己的一个以后的一个计划 啊就是来北京主要还是 就是呃就是想学日语就是想学日语啊对 喜欢动漫喜欢动漫啊对 国家现在动漫也不错 然后就是以后想想忘记方圆发展发展 动漫你应该看什么动漫 呃 就是基本都看啊基本上都看都基本都看对 明动漫什么火影啊海贼啊 然后柯南嗯 龙主播基本上原来都都一直在追啊 好现在也是现在国漫也发展很好就 都很喜欢所以说就想学学日本的去国内的啊 如果有机会就你是想要去给配音还是干嘛呢 呃不不不就是制作或者制作啊 啊 然后明日谈柯南是我从小最喜欢那个动漫 明日谈柯南现在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得开着啊 就是我听着他的声音啊但我听普通话版的啊啊 就是听他声音然后本来就是因为他的声音陪伴我遇碎的感觉 啊啊不错 所以平时你下了班一般都干嘛 回去可以就是朋友玩会游戏啊对大伙游戏啊 我到时候可以就可以看看你那个剧的 啊反正就是特别喜欢你唱歌 嗯行啊对对对 就当时走马就是你唱的时候就 就特别有感情 你很久终于我圈抬头看 你就在绿岸走的好慢 任由我独自在想 每月一现实 时间两难 当然那个歌很好 当时我也是挺喜欢的 对对对 团唱 就你团唱太有感觉了 就特别喜欢了 嗯 你你的梦想是想要做动漫相关的 我的梦想就是得唱歌 一样我觉得你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的 因为我以前也不是干唱歌的 我以前就就干厨师就干服务员 怎么也也咱们都是吃过苦的人 对对但主要你你想要做这个 想要做这些东西 那你就现在就马上去接触 有时间的话 马上接触马上去运动 就能就能行 谢谢 啊 都不容易反正这个工作 有时候下雨天他们就是 就会给我们递毛巾 然后递纸巾 然后天热的时候就滴水啊 然后滴饮料之类的就 比较感动一点 这个还挺温暖的 啊 所以你给给人送外卖的时候 会有人 比如说下雨天 会有人给你递毛巾什么的 对对对对 就就应该的真的 就就特别暖心就 行那您您先忙 好好好辛苦辛苦 回头见啊 回头回头 回头回头 咱们这把来一个 守株待兔 我们得站着看有没有路过那种的 咱们就堵他 哎 阿姨哎哈喽阿姨 那您要去哪 我要回家啊 那个我我我送你一下我要报 用不用我送你一下 我不用了你是谁啊 我是明星 我不认识 不是不认识不要紧 那个我给你看 我不是我是好人 那个阿姨 我给你看一下 我我叫什么呢 我叫刘雨宁 这真是你啊 这不 这不我吗 他等一下写的歌手演员 这就是我 他我还真没听说 没关系没听说不要紧 你可以知道我我不是坏人是吧 我可以送你 因为我今天我在开车了 我刚才也是路过这 我不收钱的 我可以给您送回去 就在前面是不是 嗯 行吧来来吧阿姨没事 我送你吧 我看你一个人走的太冷了 走吧 我车就在前面 所以您是哪里人 您是北京人吗 我不是北京人 那您是哪里的 女儿在北京工作 那我看您普通话挺好的 好吗不好 您上上上上上 慢点慢点慢点 哎慢点慢点 好 你真是刘雨林吗 对 所以我是 那你拿你的身份证 让我看一下好吗 我 我没带身份证 不是但我有我好像我驾照带了 您可以看看我驾照 你出门不带什么事吗 我今天就没拿忘带了 这但这是我驾照 嗯 这是我驾照 刘这不刘雨宁吗 那这张照片跟你不像啊 对那个时候小 那个时候嫩 现在不行了 现在 现在年龄大了 所以刘雨宁吗 好我们先走啊 我们先把天开 等我到公交车站里把我放起来吧 没问题 我坐公交车回去了 没事 我我马上掉个头就到了 咱们 我都你都上车了 你还怕什么 对不对 你身份证不给我看啊 我肯定怕啊 您身份证没给我看 我都没怕 对不对 我一个老太太 你肯定不会怕 我一个小孩我都 你把我拉上车的 你肯定不怕了 是 但是我想说 现在是法治社会 这是北京 这是首都 是吧 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是不是 当然你这意识是很对的 阿姨 不能随便那个什么 相信别人 但是我 我是明星 哈哈哈 我不认识 我还真不知道 那您平时就是认识的明星都是谁 比如说你从小认识的那些 或者张凯丽啊 张凯丽 张凯丽我认识啊 眼可望那个老师是不是 对啊 张凯丽上一次我录节目张超华呀 那是我那是我师傅张凯丽 嗯 倪萍您认识吗 倪萍认识 倪萍也是我师傅 韩磊 您认识吗 韩磊 我真的还想在活五百年 听说过 那有是我师傅 我真的他是他们都是我老师 不是吹牛的 我是个歌手 我是个唱歌的 歌手刘欢 看个刘欢的演唱会 你看我刘欢演唱会啊 对那您还挺厉害的 那这里的公交车站 你把我放下来吧 我再给你走一站 你把我拉 等会越拉越远的呢 不是 我一定会给你送到目的地的 就咱们闲聊嘛 那个 您平时会用网络吗 不会电脑 您有手机吗 平时用手机 有啊 所以那个什么 您手机是不看剧的 是不是 不看 所以有一个播放软件 叫做爱奇艺 您知道吗 爱奇艺知道啊 你一般 那你你是通过什么知道的 他就是也听说过这个软件 是不是 我女儿她们有时候在爱奇艺上看 看剧啊 你看吧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今天可以回去跟你女儿自豪的说 我今天碰到一个电视剧里边的演员 你说虽然我不认识 但是问问你女儿是不认识 对 没关系 咱们可以试一试 她说国产片她没兴趣 国产片她没兴趣 国产片她没兴趣 我觉得你可以问问她 你 反正现在现在没事 你给她打电话不要不 她最反对的就是 她上班的时候我打电话 这个女儿你得管 啊 不能这么惯的她阿姨 我怎么惯她了 她工作经验我惯她了吗 当妈的给你随时给你打电话 你干嘛别打 影响她工作了 工作重要还是妈重要 工作也重要啊 对 她没工作呢 那哪个饭吃啊 也对 也对 她得工作养活您吗 我都不用她养活呢 我自己有养老金 所以您觉得这个交养老保险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吗 肯定要交啊 到现在我其实我还没交呢 今天回去我得找我公司 找爱琪给我交五血一斤 因为到现在我在她干了 上班已经上了四天班了 到现在没给我交五血一斤的事 因为我是个演员嘛 我拍了一部剧叫热血少年 然后拍完之后呢 她让我帮她宣传 她的宣传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的就是我到马路上 我去找像您这样的人 然后跟您聊天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让您知道有一部电视剧叫做热血少年 您是不是就有可能回去看这个剧了 不一定 我觉得我觉得您要不就回去看一看 哎没到呢 没到呢等会我我我我我 你再帮我拿呢 我得回家呀 马上就是最后我想跟您说 今天能遇到也是缘分 是吧 大家喝个影吧我觉得阿姨 总有一天我觉得您 您偶尔看电视的时候会看到我的 来我我拿着我拿着给您看 咱俩这样 好来三二 好您留个纪念今天坐了个小伙的车 我就在这下车了啊 那行那行阿姨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好辛苦谢谢您 记得回去回去跟你女儿推荐 你女儿工作下班之后 你可以让她看一个剧叫做热血少年 在爱奇艺 你女儿不是有爱奇艺吗 对不对 好谢谢 记得回去跟你女儿提 让她工作注意身体别太辛苦 好了慢点慢点阿姨 那还是以工作为重 好对好嘞阿姨身体健康 嗯 唉 不容易 你认识我吗 好眼熟 好眼熟是吧 您好大姐大姐您好 您想干嘛去这么大白夜的 回家 回家刚下班是吧 您认识我吗 嗯我太认识 我太没关系 我要的就是不认识 你今天不就认识我了吗 对不对 哎哈喽你好 您哥您真是你吗 是啊 没看我演的剧吗 因为我最近演了个电视剧 那个最近剧看了吗 我看了我看了 那我最近在拍了一个电视剧叫热血少年 叫热血少年 您能要拍个照吗 对对要拍 是吧就是碰到了缘分 你看我主动要求拍照 这么厚重的缘分不应该合个影吗 对不对 遇到了合个影吧 要不要合个影 可以啊 我特别想给你合影 我今天我觉得你这装画的很好看 我的荣幸 嗯三二三二来三二 好 那您能帮我发个朋友圈吗 那您能能发个朋友圈吗 你说今天我偶遇 偶遇到热血少年里边 那个眼眉神风那个刘雨明了 学完图之后发朋友圈 然后说那个今天 遇到宁哥了好不好 谢谢你 那我们下次见 您先下班回家晚安 拜拜 哎好嘞行 祝你看演出那个愉快好不好 加油加油 拜拜 嗯 记得回去看电视剧 谢谢谢谢晚安啊拜拜 来好三二 回去帮我修一下行吗 好 就做个棉什么的 好行所以您是干嘛 今天要出来 回回家 你家在哪 呃渡港 我有车我送你回去吧 要我这样我车行 我要需要你帮我个忙 就是帮我去宣传一下剧什么东西 我可以在车行跟你有一个交流 我正好送你回去好不好 可以吗 我这好人您认识我的 可以吗 行 好那走呗 嗯 谢谢辛苦你 辛苦你 你不敢不是那么赶时间是吧 哦我不敢 不敢就回家是吧 就下班回家了 哦您平时做做什么工作方便透露吗 儿童医院做检验的 儿童医院做检验的 好棒 小心来 所以你你认识我是吧 哦我我我认识你 我一如朋友特别喜欢你 天天都在刷你 我女朋友 哈哈哈 那所以你平时又喜欢的艺人吗 我看我我感觉你肯定追星 也不是说追星吧 你有肯定有喜欢的那种艺人 嗯 随便说我没事我 我现在我有的都认识那么好我跟你讲 我给你要个签名叫我给你 哈哈 赵建伦 哈哈 哇周建伦他也是我的偶像 但问题是 我跟他是 没有资格接触啊 哎呦你现在也也很火 你都也火现在 我刚刚在马路上站了一个小时 没有人认识我 啊 是不是 我觉得肯定天太黑了 只能这么想了 那怎么办 那你最近有没有喜欢的艺人 就是最近的艺人 严雅伦 严雅伦我知道呀 我还挺喜欢他了 他是很早期出来的那种的 对是吧 他当时拍那个飞龙海 然后终极一般 终极一般 终极一般我也看 对我考你一个 那个终极一般严雅伦用的 那个武器叫什么 我不知道 阿瑞斯之首吗 哦你是铁粉吗 no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假粉 你够真的是 不是 没有那么追星 我特别佛系 而且我不怎么就是那种特别狂热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偶尔去 偶尔去 除了那个忙碌的工作 你去追追星 看看剧啊 关注关注这些东西 我觉得对生活都是一种放松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你关注的那种 没 我觉得你应该关注一下 你说哪 我觉得有这个比较关注一点 因为我平时比较佛系 你可以看看 嗯 没事 有时候没事的话可以看 但是这个照片肯定要比本人帅 我觉得你本人比照片帅 是吗 真的 谢谢你 我这个人吧 因为年龄大了 脸有点垮 所以上镜感觉 一点都不垮 谢谢你 嗯 那你看到过我就是网上 网上有人黑我吗 就我负面的东西 你看到过吗 说实话吗 当然要说实话 一次都没有 哦 嗯 那你是够佛系的了 因为我平时每次一看到 然后都是那个 安利那种的是吧 然后都是那个粉丝 然后再刷 然后点击然后评论 然后大家都特别喜欢你 哦 行吧 那说明我真的是没多红 没有 因为什么 因为怎么说呢 我觉得一个一个人吧 他一定是有两面的 如果所有人都夸的好 我觉得这不这是不正常的 如果有有有有称赞的 有说不好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常的 是吧 我觉得你们也挺辛苦的 我觉得就是世人都辛苦 现在你干活哪有不累的 嗯 所以一定要注意身体 可能我们平常也是在医院 接触的比较多 嗯 所以就是不是 我因为我我特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我就近期啊 嗯 特别特别理解医生或者是 医医护工作人员 为医护前在这过年的时候 去做那个 增加小节手术 嗯 以前总说这个什么 我觉得说的不好听的啊 可能总说什么 医生态度不好什么的啊 嗯 总有这个可能是不好的 但我觉得其实这么说 我进那个医院之后 我本人我是压抑的 我特别压抑 然后呢 你想想每个人生病了 他一定是心情不好的 对吧 谁生病了心情好 所以所以医生啊护士也好 他每天面对的都是那种心情不好的人 所以我特别觉得这些 当医生什么的这些人特别辛苦 就是你每天接待的人 都是一些负能量的人 你得多么的正能量 多么的活泼 你才能调节平衡这一切 所以我觉得真的医生很很不容易 因为这个工作呢也是 所以我觉得你们也特别不容易啊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我我其实那会也在校园唱歌比赛什么的 哦是吗 就是有一个小学妹 他也是在这种就是会借一些演出啊 就很小很小 跑场那种 对啊 一样特别深刻 然后我们老师那会就跟我们讲 他说 啊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唱歌特别好 是吧 然后但是其实呢 他就像你们这样 这个到大城市一卡车压死一大片 说的很说的很堆小 但后来我发现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你们就是能出现在音乐上被大家所见 我觉得你们已经特别厉害了 其实很多人演的特别好 或者很多人唱的特别好 嗯 但能就是 能走出来的太少了 对 原因可能我觉得很多很多 原因很多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运运气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啊 他就是有有些人有 你看那些特别火的人 你说比他长的帅的一定有 比他唱的好的一定有 但为什么他出来了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不好 不容易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竞争更激烈 嗯 而且他说白了 哪天说饭碗没了就没了 对吧 嗯 所以希望你加油 因为人家有好多 特别喜欢你支持你的人 我还行 因为我现在就是 我一直在这能抠口饭吃 然后有活干 然后我也我也没有太像那些那么厉害的人 他们那么大压力 前边那个路口就到我家了 好 行 那所以我最最后一个任务 就是要跟你安理一下我这个剧 里面那个 因为我最近演了一部剧 叫做热血少年 我知道和慌子涛 我都知道 我看了 你看了啊 你觉得你觉得也 我演的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能说挺好的就行 因为我这是我第一次拍戏 然后就你没事 你也帮我宣传宣传 好 你一会能帮我发个朋友圈吗 你说今天我给刘雨宁了 可以可以 对吧 必须批得特别好 是吗 我觉得你都不用批 你别别 原来是给我批评 你也给我弄一弄 咱们俩都得弄一弄 行行 到了是吧 这边就是 好 谢谢 谢谢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哈喽 这个我 这个是我们那个热血少年 一个手套 反正送给你做个纪念 好不好 谢谢别嫌弃 好 好 谢谢给我就行 好嘞 当然当然当然 谢谢谢谢 谢谢一个自己幸福 好不好 拜拜拜拜 谢谢 嗯 嗯 所以今天的任务我觉得 算是完成了吧 啊 起码我 让更多人认识我了 认识我之后呢 他就会去看我的这部热血少年 对不对 起码我咱们播放量能长 最起码长个 一个朋友呢 他有一个朋友圈 朋友圈里起码有个几百人吧 所以一船是十三百 对一船是十三百 二十是吧 有二十个人来看我们剧 我觉得就是 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 我们点点滴滴的去积累 今天我做的很有意义 我准备今天回去跟爱琪 聊一下合同的事了 因为我就上了这么多年班 没有签合同 我要我要混个五险一金 所以呢 也谢谢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 然后 我 我要回家了 我得下班了 拜拜 拜拜 晚安各位 你别害我啊 我这好激动 我好想哭 我这有纸 我真的干位了 我真的行了 来来来 行 来咱喝影吧 我要干活 好不好 好 我拿了来 我给你干喝影 那不来了吗 这不就来了吗 哎好了好了啊 你得你得好看一点 你得好看点 有有有有喝影 要再一会就要缠开你啊 所以大连你去吗大连 我你说呢 我不知道啊 我都搞好啊 好那咱们大连见啊 好来 你看你 你好 哈哈哈不行 哈哈哈 人生啊 不忘啊 随过游流 嗯 今天赶上周末 其他部门都放假了 叫我今天来加班 我一点都不生气 很开心 第一个任务是 电话视频联系 微博抽奖的幸运粉丝 北京和房子的了解一下 哎你好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小小的心愿 是不是太飘了呀 不能说飘 可以说很过分 好你们这也挺累吧 我我肯定没你累啊 嗯啊 但但以前像这种工作我也我也类似 我也做过 都很辛苦一天我以前我做厨师吗 我对对对对 学厨师 这厨师在饭店那个时候刚到饭店 他也不可能让你炒菜 你去是是是是 对大和刚才大和的你比较了解 确实打和了怎么都干 然后又洗菜 然后洗菜洗鱼 然后完事你就为了说是在那学东西 然后每天也很都挺辛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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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